看古往今来的轮回传说 讲妖怪乱世的前因后果 大家好,我是圣主 今天将由我来带大家看看 他们两位的深夜冒险 一个是性感娇娃 一个是知名YouTuber 在迷蒙的夜色中 似乎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息 两人之间的纠缠 是否种下日后一切纠葛的种子呢 在本片中隐藏着 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一切自有安排 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好,我是云南卡 我们两个今天是收到了一则挑战邀请 是 我们要来山上做都市传说 这个都市传说就是不能在半夜玩恐怖的游戏 之前我们大家都看过 凌晨的时候玩王子的荣耀 Minecraft 指尖陀 会发生一些怪事 这我不知道要问他们 那这个地方是我之前 我在那个厕所的镜子那边 有拍到一个影子飘过去的地方 不知名的销售那一集 然后第二个点了 比较还好是他厕所灯是亮的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 但我刚刚上来看 的确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今天就特别选了这个地方 在半夜的时候要来玩恐怖游戏 看看我跟Denka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放不住手把 我来挑战这个都市传说 OK 那我们今天要来玩 这个都市传说 其实它画风蛮美的啦 对 蛮漂亮的 这是水墨式的嘛 啊我 对 对 就前面玩刚刚都没有问题 是你开始疑问了之后开始整个人 那想要告诉你说 其实现在不能玩这个东西 也不可能啊 在场 我跟你说我们再抽一次 西友诶 第上是西友 三张是不是 我们来组队好了 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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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张 三张 旁边会有一些小罐子 然后你就走过去要把他打碎 所以里面有水之余 你等下是合至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点自动 你也太突然了 我跟你说啦 对方看起来只有一集啦 不会让你一集的时候就死掉了吧 有啦有有有 要赢了一批 有了有 有了有 旁边有保箱没拿 字幕提供 等一下 不要撞到那隻 他要衝破來了 快跑 龔哥 有有有 可以進去嗎 進去了 進去了 他要衝破來了 快跑 龔哥 有有有 可以進去嗎 進去了 進去了 真的有聲音了嗎 剛剛有東西停下來 但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去看一下 這邊反而就紅紅光嗎 這邊反而就紅紅光 看一下 剛剛是這個東西吧 我覺得 進來過這個廁所 你幹嘛 我要站在最明亮的地方 你會怕喔 對啊 我上次就進來這個廁所 看一下 沒有啊 所以你上次有進去嗎 我上次沒有進去 你在那裡會跟我 因為我剛剛 上次在這邊的時候 已經有那個收音器的聲音 可是今天他就停了 你每次都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不知道是在哪裡 鬼片裡面啊 我到底要是站在原地還是跟你走啊 到底有沒有跟那邊走 我等一下就被抓走了 你看鏡子 有沒有看到 一面 兩面 三面 嗯 然後我上次呢 是在右邊這面鏡子 後面有一個東西飄過去 有什麼事嗎 你要不要來女色看看 女色嗎 女色好像有一個是沒有門 而且說沒有文明的肺 欸 你有看到嗎 抱歉他有門 有看到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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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什麼 這一間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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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要發出這種聲音 是這一間啊 那是這一間嗎 那是那間沒有門 然後就這樣子 裡面有沒有 裡面有沒有東西 我覺得 該 該 該離開了 你剛剛有聽到嗎 因為我一直聽到聲音啊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聽到 是不是 誰在旁邊嗎 我 這座的門是鎖的 沒有 沒有 我在這邊看到那個光點 你在哪裡看到光點 我已經關掉了 好吧 欸 豆卡 豆卡是誰 豆卡 是認真覺得我們要離開 這間廁所 而且我覺得我有點惡名了 那我們 忘了個問題喔 原本就 台詞上就有 汙汁跟黑黑的 你看 有這麼 有那一塊汙汁 我不知道欸 那邊回去要check一下攝影機吧 對 欸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感人的時間啦 其實呢 挑戰前我們兩個一直覺得 這個肚神說 不太可能會成功的 直到後來我們遇到 門自己關起來 甚至是旁邊廁所聲音之後 我們還是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啊 之類的 結果最後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發現 廁所沒有人走出來 可疑我攝影機沒有錄到 所以這個肚神說 可能真的就是 人自己的幻想吧 然後最近會有的人會問到說 為什麼我跟本本洛克 接在他們那股麻風畢業影片下架 對 其實中間有發生一些事 等等事情結束之後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 當中這件事 又讓我領悟了一個道理 我們大家都知道 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 有的人會說是錢 有的人會說是夢想 這些事都很重要沒錯 但我覺得這個只是 社會層面上的東西 我認為 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東西是 心中的真諦吧 像你有什麼可以聽到 有的人說 有錢人過得很快樂 歌手 從小就是做自己的興趣音樂嘛 但是他紅了成名之後 卻還是藥物糞爛 一蹶不振 因為當我們在追求自己 所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往往會被一些 現實的事物給蒙蔽住了 錢 欲望 誘惑 當他們以為他今天要追的是 那些外在的事物 追到之後 他反而會覺得 他很空虛 所以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共鳴之 不管你爬到多高的位置 不管你得到了什麼樣的成就 不管你是家財萬貫 民生非常顯赫的一個總統 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想要追的是什麼 親情友情愛情這三個東西的組成 也是交織我們人生樂章最重要的三種情感 關於親情這一塊我想跟大家談一下 有的時候 我們年輕人嘛 叛逆行 會想跟父母說 不過你好煩喔 不要管好不好我自己會處理 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 我發現到 當你當爸了或當媽了之後 對我還不是爸爸 你會發現 其實可以把這些事情 真的 你大可放給你的小孩 自己去解決 甚至你也可以相信你的小孩 你會解決得比你還要好 他就會比你還要高 他就會比你還要高 但是也有一個重點 因為他 就是我們的小孩 他就是我們心中的一塊肉 就真的是 怕他受到任何一點點的傷害 不要學著 讓他肥 不要操心 這個心情是很複雜的 這個也是當爸媽之後 要學習的 所以我只能說 你父母還在的時候 多愛他們一點 多為他們注意的事 相信他們感受到 你會真正的放心 是一個良好的做法 而不是說 一直跟他不吵架 那樣子 為什麼這些 又扯到那麼遠 好啦OK 那今天 先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喜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